看影片之前提醒你热点网站有更多内容哦 前阵子土团党上下虽然是团结一致 一起挽留慕尤丁继续留任党主席 但是有关土团党内部分裂的传闻还是传不停 针对此事土团党主席慕尤丁在接受阳光日报专访时 否认党内已经分裂成两派 但他说土团党内部的确是存在意见分歧 慕尤丁指出党内是有一点因为误解而引发的问题 但会有办法解决的 他不相信这些分歧会压垮土团党 除此之外慕尤丁也透露了土团党未来的接班人计划 来看国内的一组国内快报 土团党需要新领袖 慕尤丁在接受新报访问时透露 他将在未来一两年内将土团党交棒给新的领导人 他指出土团党不是一人政党 他不会紧抱着党主席的位置太久 土团党必须开始信任可靠的年轻领袖 来带领党继续前进 英国经济学人智库发布的 2023年全球民主指数显示 五国的排名虽然保持不变 位居全球第40名 但是在东南亚地区排名第一位 至于泰国则是因为军方介入选举 导致排名暴跌8名 排在全球第63位 每日新闻报导指出 截至2023年 大马有许多的外籍人士 特别是非法外劳 到政府医院问诊治疗后 没有缴付余款 累计拖欠的医疗费高达1亿令吉 卫生总监穆哈莫达斯授寻时 证实确有此事 并表示卫生部会就此事发表文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